通常我们都在这个时候都会去逛这个早市 去逛这个买年货的时候 哇 磁场街多么的热闹 那今天我们不逛这个夜市了 但我们今天来这里 拿一些点子 这个过年这么特别的过年 我们要如何在家里过 所以今天会分享年菜 又会分享手作 那如果我也邀请线上朋友 如果你有想分享一下 今年你要如何度过的 我很欢迎我们大家就来分享一些点子 让我们的孩子都不会觉得说 今年是错过了什么的 今年的过年还是一样的开心过 你看我已经把那个旗袍穿上身上 为什么因为我初一初二初三都没有得去拜年 那我穿美美给谁看 所以我今天就赶快穿美美给大家看 然后在来临的这个初九 对我们还有两个星期就下一次读书会 我们就初九 我们大家来一个来一个老生 我们就要互相的把喜气带给对方 所以到时候要请大家都换上这个过年衣 然后就一起跟我们在这里过年 过一个平安年 好 今天我们就有两位好朋友来跟我们分享 今年的年菜要做什么 然后过年的摆设又可以如何的去做 那简简单单的不需要去采购太多的材料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在家的跟小孩子一起做手作 那欢迎大家等一下 如果需要做笔记的 你可以拿出你的笔盒子来做笔记 那我相信诗乙也会等一下会把这些食谱的材料 可以分享给大家 诗乙可以吗 你的那个材料会有资料分享去 那个WhatsApp还是什么样的 对吗 准备那个PPT了 哦准备PPT 哦好 到时那个screen哦 你们又可以去 呃就是怎样 那个PPT等一下 如何 如何给他们看 等一下就发在WhatsApp里面 哦PPT可以发在WhatsApp啊 啊可以啊 哦哦这样好 这样我们的PPT等一下就放上WhatsApp 那之后大家就可以 可以从中 呃又不用太紧张的 今天只享受这个过程 如何的去呃 哼煮这些 呃那佩珊等一下就 你有一些照片是可以分享在那个WhatsApp group 啊OKOK 诶这样大家我们又可以今天来看过程 可是材料到时呃你就可以呃 这样趁这个周末的时候哦 去收集一些材料 嗯 嗯好我们哦今天哎好再有再再等多五分钟哦 大家的更近来一下呃那我觉得今年就是呃一切都以安全起见嘛 啊所以我们不要的去呃真的去偷偷的去拜年 啊那一切都是家里有老人家的我们以老人家的健康为重 那如果我们是呃呃那我们就呃那我们就呃啊 呃做一个呃 啊欢乐的节庆啊啊 啊欢乐的过年啊 啊让孩子在这段时间不会感觉到他错过了任何的节庆 也不会带着恐惧过这个新年 所以一切都以欢乐 有什么事情我们到时候困难的时间总会过 黑暗总是影响的就是光明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如何过年的细节 那我也邀请先生 如果你有想到你今年要如何过的 不妨我们一起在这里可以分享 那好时间都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先交给佩珊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哇你看准备好了 好棒哦 那好我们就 我就把你spotlight 把你spotlight放上来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你 那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就这边的节目就交给你先 好 大家早上好 我是佩珊 我是以前生之风乐言 就是孩子在Rimbayu上学的 现在已经孩子毕业了 所以很感谢今天Fiona老师把我邀请来这里做手工 其实是我第一次 而且有点小紧张 然后 就是这个手工 因为以前我就也不会做手工 也不爱做手工 也不会做蛋糕 也不爱煮 就是在这几年孩子在幼儿园的学习 让我也在学习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个回馈 然后分享这个简单的手工 看看大家也可以跟孩子动手一起做做看 然后我先会和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第一个手工 这个是用树枝 然后红线 还有红包风做的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红包风 就是去年啊 还是以前你留下的红包风 就是选一些漂亮的 就是你看看到吗 这些字 很漂亮的 嗯对 翻转发亮的 你可以把它剪出来 看很多 很漂亮的 富满人间啊 你看这个 服气满满啊 都可以把它剪出来 你可以捡你喜欢的形状 长形的也可以 正方形的都可以 我们先把红纸准备好 然后我们就需要树枝 这个呢 就需要四枝的树枝 剪到大概的那个形状 那个长形 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 这个形状的 嗯 所以需要四枝 的树枝 一个红包风里面的那个 字 然后需要这个 这个是拿来绑面包的 哦 所以你在红包一片 都可以买到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其实你用红线 都可以绑的 然后就需要一些红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因为我们有四枝 四枝嘛 我们要把它 做成这个样子 贴起来 然后就用这个绑起来 你怎么会想到用这个金色的 这个绑那个面包的 这个来绑啊 其实我 这个啊 其实我家里有什么 我就用什么 这个我没有特地去买的 所以这里做的东西 我都不是特地去买的 都是家里有的 对 太好了 那好我就拿来用 没有用这个 我就比较容易绑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用那个 红色的线啊 自己都可以绑的 哦 是 就是红色的线 是要比较细的 还是刚才你给我们看的 都可以啊 只要绑起它就可以 OK 你看它这个 第一个它就已经绑好了 我们就再绑第二个 好 哦 大家看看 刚才佩山也有说到重点 就是家里有什么 就拿来应用 这样你就不是是 东去买啊 西去买一块这样子的 所以找找家里 动动脑筋 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它就绑好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把这些 绑好它 然后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因为我自己已经绑好了 一个做准备 哦 是 你绑好了之后 这个嘛 就红线把它打一个结 哦 就在它的角落打个结 对 在角落打个结 其实这个可以跟孩子一起做啦 你打了结过后 其实我那天做的时候 是跟孩子一起做的 打了结过后 这个就是一个乱绑啊 就是给孩子这样子 倒来倒去 绑来绑去 哎 它基本上那个架构是不会摇来摇去的 对吗 已经是很稳了 不会 很稳了的 所以你要 你要绑得稳哦 嗯 就是你看 前前后后这样子绕 对 你看 是 它已经绑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中间做一个那个 钓 钓的 哦 那你绑在中间它已经可以了 然后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有那个红包风嘛 对不对 对 剪出来的那个字 是 就可以用一个 绑把它粘上去 哦 你是用 Hot glue吗 哦 我是用这个 WuHu glue 哦 WuHu glue 就可以了 嗯 对 所以那个纸的中间的那个是大小都没关系的 呃 就剪你喜欢的那个形状 你也可以剪正方形都可以的 哦 就会比较大 然后你看这样子就做好了咯 哦 好 你可以拿掉在树啊 还是你看你掉在哪里哪个角落都可以啊 哎 是 哎 第一个我的那个新年吊饰 嗯 哎 美了 然后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新年吊饰比较有那个日本风气的 哦 哎呦 就是这样子的 好像扇子这样子的 哦 是 哇 很美丽呢 这个它中间这个也是剪那个红包风的那个纸 那个纸出来 嗯 然后这个呢 就需要 三只的那个树枝 嗯 这个可以长转 不一样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它那个层次不同 嗯 然后也是需要一个绳子或者这个绑面包的一只 哦 就把三只合起来 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好了 先放着三只一起 哦 那个长转不齐 比较看起来不会石板板的哦 对对对 这个也是树枝 三只 然后也是需要红包风 红包风这个可以把它剪开它 把它剪开它 然后需要三张的这个 不同size的正方形的那个shape 大 中 小的 三张 需要剪三张不同正方形的shape 嗯 所以它不需要说要有金 要有什么这样子 只是 随性的 可以啊 哦 我会选一些比较 亮亮亮晶晶的那些红包风 有亮晶 它做起来比较漂亮 OK OK 好 所以就选了三张不同size的红包风 然后把它製成扇子 我们就开始把它製成扇子 这个我这样子折 是因为我想它的shape 那个一样 然后它们变成一个扇子 我们需要拿油把它捏 OK 然后我就用这个 这个就可以粘 啊 gustic就可以 OK 这个我等一下在你儿子做了一年 然后就做第二张 第二张 很简单 我们可以带这个小手工 跟我们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做 他可以负责 负责去 剪树枝 然后把树枝捆起来 或者是做这个 折散的这个动作 都对小孩子的这个 呃呃呃呃严守的协调很好 然后我们就折第三张 嗯 我们三张都已经折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粘起来 其实这个还可以做另外一个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这里是扇子吗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剪开它 就是在这个角落 剪一个三角形吗 对剪一个三角形 一个打斜这样子剪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好像变成一个花朵的形状 你可以做不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有那个形状 最大的这个必须要一个线 哦这个线 因为这个需要吊起来 哦 所以 before它粘之前 需要把这个红线先放下去 才粘 哦 ok ok 哦不用绑 先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等下绑 我们就把它 OK 所以那个线是在里面的 哦是明白 看到吗 那先是在里面的 然后这个树枝 就把它绑起来 哦 就把它绑起来 绑在中间 刚才我们有第二个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们有大中小 我们可以把这个 粘起来 粘在大的这个 哦 大跟中的粘起来 对 大和中的把它粘起来 先粘起来再绑吧 哦 然后两个已经粘起来了 我们就把它绑起来 哦 看它已经绑起来了 嗯对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它已经绑起来了 这个时候也是在上面打一个结 哦 这个结呢 就是意思说等下它可以钓起来 哦 打在上面 嗯嗯嗯 哦 哦 所以这个大跟中是 推下的 往下的 对对 OK 刚才已经绑起来了 这个对不对 哦 对对对 然后 我们又再一样 找一个那个 红包风里面的那个 枝剪出来 是 是 我们就把它贴上去 OK 贴在这里 哦 这个我们就需要用 比较stick的 glue 就需要用这个 乌乌乌乌 乌乌 ok 好 我们就把它粘起来 然后就把它粘上去 在中间 嗯 就粘在中间 嗯 是粘在那个纸上面 不是粘在树枝 嗯 嗯 你粘那个 glue 你粘到树枝 粘在纸都可以 只要它粘稳就好了 OK 好 你看它这个 就大概做好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 等一下你可以粘在上面 就可以了 哦就是粘在那个 纸的后面了 现在 对 粘在后面哦 因为这个 它会 都是用乌乌 glue 比较 比较稳 嗯 比较稳 对 我们就把它粘在这个 下面 哦 是 然后我们就粘在这个红纸的上面 哦 明白 啊 刚才我们粘那个 glue 在这里嘛 对 尾端 然后把它粘在红纸的上面 这里 哦 漂亮 然后你看它就 已经做好了 真的是 哇 太美了 哎 又简单又很好看 嗯 就是那个边那些 你可以自己剪尖的都可以啊 如果不要的话 就是全部做成这样子 一个山子这样子 哦很美 这样子有那个橘色的也是很美 哦 所以你可以自己配搭不同的颜色咯 哦 就有很多这个惊喜出来哦 对 对对对对 嗯 嗯 所以蛮很疗愈一下的其实做手工 我现在才发现到原来真的是很疗愈 哎 因为那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呢 嗯 所以我就是今天分享两个不一样的手工 然后呢就是呃 我会在呃 呃 那个脸书那边有一个festival home 对 就是节庆家园 所以在那里也有很多啊 呃 朋友啊 有些都会分享一些过年的年菜啊 手工啊 还是 今年的布置啊 所以大家有什么也可以在那里分享 跟我们大家分享 有不同的那个idea 然后把那个气氛带回家 然后每个人在家MCO时前也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年 可以跟家人也是可以很开心的过年 对 我分享就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 哎呦 谢谢你 哈哈哈哈 太棒了 谢谢 哈哈 所以我我我觉得刚才看这个手工哈 真的是呃 非常的棒 呃 看到它既很简单 也很呃 很容易的可以就让 呃孩子 一起 一起做 呃 那 我们 呃 等一下 哦 铃好 会会会 等下会把这个 呃 呃 这个铃会记 呃 佩珊等下麻烦你把铃就分享到这个主群里面 哦 让大家可以进去 进去看 好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施宜 啊 施宜很棒哦 他今天准备了PPT哦 POWERPOINT哦 呃里面的年菜 应该有很棒哦 斯宜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就SPOT LIKE你咯 OK 这样我们就过去看 看今年要煮什么年菜咯 呃 不过呃 要帮忙一下 因为我需要share screen 好 诶 诶 你现在是share不到哦 嗯 因为我今天的电脑也比较light一点 是哦 是哦 你可以把我 诶 我怎样 在哪里按哈 如果你是host的话 你应该可以 可以把我变成cohost 或者是你enable 啊 OK 我就交给你咯 嗯 嗯 大家早上好 然后 很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 两个不好意思 就是第一就是 因为我的电脑有点lack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share出来的screen 现在还没有 等一下 我有share出来了 是没有看到吗 哦 对 还没看到 他也是写你share screen 可是就是 啊 现在看到了 啊 看到了 再share多一次 他可能是要慢一点才出来 好 OK 我们耐心的等一下 他就出来了 有了有了 看到 OK 他写的是 German roasted knuckle 对 我 第二个不好意思是 可能有些朋友是 是 是素食者 所以今天我 我放的年菜 就放了一个 一个不是素食的 一个主题 不过等一下 下面那一个的 有另外一个 唠声的话 可能就 就OK 因为刚刚我听 Fiona讲 等一下我们 初九还要唠声 哦 对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recipe 会不会好用啊 OK 到时就可以用了 很巧的是 当我想 我们要开始 就 Fiona有问说 可以share的时候 我今天就 我做了这个 今天在我的脸书上面 原来我看到我2013年的时候 我就在脸书上面有share了 我那一年我要做这个德国猪脚 然后 事情就是这样的美妙 那个缘分就是在这里 然后今天我就在这里 再share多一次 这样子 我做的德国猪脚的话 其实食谱 在网上面很多地方都有 可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试了几次过后 然后我有自己的 那个preference 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喜好 所以我就会在一个香料方面做一些调整 所以等一下 这个分享过后 我还有一个视频 然后也是昨天我朋友分享给我的 他说你给我的食谱 跟那个视频的有一些不一样 我就看了过后 我说都大同小异 所以等一下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video 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 OK OK 其实 我是放full screen吗 没有 就是你 我还可以看到你的slide 这样子就full screen了 OK full screen了 其实要做德国猪脚不难 其实这些香料大家家里也有 然后最主要只是找到一个猪脚而已 然后 要看家里的人数 通常我买的猪脚的话 可能是 一到两人分的咯 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就是用比较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那个 的 的 的窝 买两个小猪脚 不要买一个大猪脚 因为一个大猪脚的话 它的肉质很硬 然后你要处理上面 并不好处 所以 猪脚要处理的话 就是 我们需要猪脚 我们需要 月桂叶 bay leaf spring onion 然后需要 Italian herbs 我喜欢用Italian herbs 因为它 它比起mixed herbs的话 Italian herbs的味道比较 嗯 独特一点点 它的mixture 我比较喜欢 然后我们需要胡萝卜 我们需要 八角 然后 我喜欢放茴香 不过有些人觉得 诶我一放茴香就有印度味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能你就 你会 你会把这个 这个小茴香的话 可能就 就不选择放 然后我需要大葱 然后 我的话 我是放红酒 Instead of 清水的话 我是放红酒的 嗯 但红酒的品质 不需要很好 因为你把很贵的红酒 拿来炖 然后就差不多的红酒 然后 melot这样子的 就很香了 然后还有 要很 要蛮多的盐 因为你就会把它炖成一个 好像咸猪脚这样子 OK 然后 预备那个猪脚的话 就 它的 它的步骤会比较繁琐的 就是因为 猪脚买回来的话 它有一层 可能有一些 那个猪烧味 所以的话 我们都是要用猪脚去 穿水 去煮 煮过 就是用那个 姜 姜片 热水去汆烫它 然后去腥 然后 要用刀子 或者是汤匙 刮掉 它有一层 好像胶脂这样的东西 它不是那个 胶原蛋白的胶脂 它是那种 它就是外面 有一层 那个脚 你要去掉了过后 它就不会有那个臭味 这样子 处理好过后 你要晾干 然后用那个 好像用那个 Mid Tenderizer 那种 擦子这样子 帮它擦它的外皮 那样子 你炸它的话 就会酥脆这样子 然后再用盐 抹那个 抹那个 猪脚 在这里这样子 然后呢 这样子过后 把它晾干过后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材料 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我们讲的 slide 里面的这些材料 都放进 汤锅里面煮 然后你大概要煮一个小时 你是可以 就其实我们就把它煮熟 煮软一点点 你把它煮熟 煮软大概一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半 depends 如果你用 Pressure cooker 就非常快 因为我家都是用 用Gas cooker 所以会比较久一点 然后你就要等锅 然后你就放进冰厨里面 然后就 就静置它 大概一个晚上 然后你也可以放两个晚上 然后 起来过后 你会发现有一层油 那个它猪本身 猪脚它煮出来 它的collagen 它就会融化在那个汤汁里面 所以那个 那个不要丢掉 那个就是好的东西 不是猪油来的 其实它就是那个collagen来的 然后这个拿出来过后 你可以把上面一些滤掉 你可以拿来煮那个酱汁 它就会天然 你不用放很多的starch 去把它煮得浓稠 到时候 然后你出来过后 一两天你沥干水分过后 然后因为我们要去烤它 你希望它的皮是脆脆的 不然的话它就会一层 好像那个北京烤鸭这样硬硬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很crispy 然后的话我们就会加啤酒 因为啤酒的那个cobinet 然后它就会让它 它产生那个化学效应 就跟我们放一点醋也是可以 就在它的 就整个猪脚在这 在浸大概十分钟 然后你就预热你的烤箱 就是因为它是冰冻了嘛 所以其实我们去烤它的话 大概只是为了 就是把它弄烧这样子 你把它弄烧 然后上下火烤大概二十分钟过后 你在大火烤它的表面 到它的表面变成熟炊 这样就完成了 其实它就是一只很 它不是一个很很很困难的料理 这样 而且如果猪脚你做的好的话 可以去密封它 或者是他们会把它 直接放在那个frizzle 然后要用的时候 他们再拿出来 外国都有这样子做 所以如果你说 我要买这样多料 然后我要等个一天 要等三天 是不是可以一次过 煮多一点点 这样子 如果一个big feast的话 可是因为现在mco的话 可能 可能没有 没有这么多人在家里 可能一个猪脚到两个猪脚 就很足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你吃这个猪脚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油腻 然后油腻的话 请大家多多配合这个酸菜 我觉得Fiona也是有酸菜的特别的那个 是吗 对对对对 我最爱做酸菜 你的酸菜是 是纯就是 那个包菜吧 还是 还是你有放其他的 bacon 这些 没有 我就有 就是在 在那个 和盐一起下的时候 我是有放那个 mastard seed 我下一些mastard seed 它就 有一个 有多一种味道 这样子 我也 我很喜欢 那个 那个 酸菜 其实我吃猪脚 我最喜欢就是 猪脚 可能我吃那小小个portion 可是酸菜 我可以自己打碗 对对酸菜真的是很好 尤其在这个时候 就是抗疫的时段 我们要多吃这个酸菜 哥德馆那里也是有发一个信息给我们 就是说 叫我们多喝这个酸菜的那个 它的那个质 你做酸菜的时候 它就是有很多这个 会产生很多那个水分出来嘛 有时会溢出来嘛 那这个水呢 那不要把它倒掉 就是跟它 立起来 立起来过后 它是很咸的 然后你就要 就是 稀释 加水去稀释 每一天就是 一汤匙啊 或者是加入你的汤料啊 加入你的果汁啊 都可以 就是 这个是抗发炎的这个配方 他希望大家都在这个疫情里面的时候 因为是 这个是发炎 一个发炎的这个 病毒啊 病因啊 所以你们要多喝抗发炎的这些 Sauercrub就是 Sauercrub的汁就是一个最好的 我们称它为sauercrub的水啊 嗯 所以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食谱啦 嗯 炸出来大概是会是这个样子的 哦 你是拿去烤嘛 你不用炸 那炸也可以 你可以选两种 炸也可以 就是 可是deep fried的话 它就要很多油 你看我 对咯 有很大个啊 要用一锅油 然后我就喜欢用烤的 因为烤的话它到时候你烤的时候 它有一些多余的水分 它也可以 呃会溺出来 然后我都不会浪费掉那些汁 其实那个汁的话它可以 你变成它的蘸酱 哦 但是最简单是蘸酱 如果 那些汁有多的话 就是你拿来下pasta 它也很好 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 一餐pesto一起 哦 对 餐pesto一起也是很香 这样子 这样你进去烤的时候 除了挣啤酒 你是没有在涂抹油 还是什么这样子 没有不要了 因为它本身有油了 因为你在涂抹油 它就很油 如果下面的话就放一层那个 呃 那个 aluminum foil 或者是你直接 下面再放一个tray的话 就把那个油 collect 哦 通常我放的话 我就是 我烤的话我就会去 这个烤的话就是时间 要看自己那个烤箱的问题 是 然后你要去 monitor 那个皮 如果那个皮已经焦脆了 过后你要反面 哦 所以你不要给那个 那个汁就是会沉积在你的 你的tray上面 不然的话 你烤了脆了 然后你反过来 它沾到那个汁的话 它又会 它又会黏黏 然后 又不脆 哦 所以你是要让那个汁 是滴下来 对 哦 这样下面就要 哦 下面真的是要放一个盘子咯 对 对 会比较好 而且 嗯 当我们烤到表面脆的时候 通常我们只用上火了 我们就不要用上下火 因为只是要把表面脆 哦 有一点跟我们在家里自己做那个 烧肉 哦 烧肉 烧肉的感觉有效 对 也是不会做 哈哈 哈哈 听你今天分享起来 好像也不是很难这样子 它不会很难 可是 嗯 通常在视频里面教的话 他们不会放红酒 因为放红酒的话 那个味道就很 很浓郁 然后可是我就喜欢 嗯 对 有些他们会用料酒 去把它处理一下 因为他怕那个猪 猪肉有那个腥味 他们就会用料酒 或者是一些花雕酒啊 或者是他们 很想的 厨用的那些料酒 啊 就能放红酒 在社长里面 就能放红酒 一般水 你们都可以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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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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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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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